林志杰有个野兽的外号 这只是说他在赛场上比赛的时候有股勇猛的劲头 但是在场下他和野兽实在是搭不上边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话不多默默地练着自己的球 跑着自己的胃 球一湿透了 安安静静地换上一件干净的继续练 而就是这么一个老实芭蕉不爱说话的人 也会有因失言惹上麻烦的时候 南岚亚济赛林志杰率领中华台北队 将中国队挡在了四强之外 赛后他显得有点亢奋 而这让他们在CBA里面的对手 同时也是朋友的球员们 有些接受不了 一时间有些人便有了点火药味的回击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也不想多做辩驳 这些其实曾经不曾经 我觉得自己亲者自亲吧 我觉得有讲就是有讲 没讲就是没讲 我觉得在这方面 其实我来CBA那么多年的 其实我自己就是话原本就不多的人 我就是以行动来去做自己的表现吧 我觉得了解不了解 其实很多原本就是会这样嘛 就是误会的东西 其实我也不会去太建议 其实我觉得事情过了就算了吧 我觉得你还是要往上走吧 对所以大家还是乐爱这个篮球环境 所以好好的支持篮球 对 对手放出的狠话 他没有反唇相亲 倒是对手的那句球场上见 他也没觉得说的人有什么恶意 球员嘛 当然要用篮球说话 新赛季球场上见是理所应当的 到时候大家切磋的只有球技 其他的小口角当然不值得一提了 他那些对手吧 然后也会放出一些狠话 说要在CBA场上见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张报道 你觉得这句话是对你一种激励呢 还是只是一种玩笑 我觉得这球员当然是就是互相去在球场上去较劲吧 我觉得就是不要去太多就是伤害场上的一些大动作的话 其实都还可以常常就是在努力的去在争享受篮球吧 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原本就很正常 我觉得这种话中话 我觉得这种东西可以当自一个激励吧 林志杰在CBA联赛中已经摸爬滚打了四年了 四年是体育界的一个周期 在这第五个年头开始时 林志杰和他的广煞队迎来了新的挑战 主教练变了 大部分的队友也换了 而林志杰的任务可能就不只是只打好自己的球那么简单了 作为老队员 新教练也对他有了新的期许 和全队这种训练的情况来看的话 他还是起到一个老队员的作用 在队里边不论是训练当中也好 包括比赛当中也好 帮助大家一起来提高一起进步 而且他自己做的也非常不错的 感谢观看